11日,微博名为周远惠的网友在微博上贴出了一张迪波拉和小孙子Quintus的照片,并写道,想来一张谢霆锋小儿子的相片,小Q,好可爱。 照片中迪波拉戴着黄色棒球帽,虽然无法看清她的面部表情,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用手指着Quintus说话,而Quintus则抱着小熊公仔全神贯注望着奶奶。 迪波拉讲话的这个姿势让不少网友认为她当时是正在骂自己的孙子,还表示她的行为会吓坏小朋友。 好凶的奶奶哦,小Q好怕怕。 这条微博不仅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,还被各大媒体断章取义的报道称迪波拉公开骂爱孙。 对此网友周远惠急忙在微博上声明这纯属误会,是照片角度的问题。 没有,奶奶很好,不要因为照片角度说话嘛。 还有网友表示,就算是在教育孙子,这也是人之常情,一些媒体没有必要捕风捉影。